哈喽,欢迎来到 Auntie Xiu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哈喽,傍晚好 大家傍晚好 Auntie Xiu昨天罢工,今天有煮的 Auntie Xiu今天要煮一道新菜色 叫做芋头蒸肉碎 喜欢吃芋头蒸肉碎的粉丝们 记得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在线上学芋头蒸肉碎 大家傍晚好 大家吃饱了吗Auntie Xiu 芋头蒸肉碎,我们平时吃的蒸肉碎什么不一样 多一个芋头的香味 多一个味道啊,你现在要做什么 我要把这个用一个 应该粉丝都每个很厉害了 有个是这样的,你怎么很厉害了 现在粉丝全部都已经 开了,开给你了 那我吃什么很厉害的 现在很厉害了,粉丝现在很厉害了 Auntie Xiu,哈喽 今天我们先把酿豆腐弄起来 这酿豆腐是上次我们准备好的那个 这个我跟你讲,天晋超喜欢吃的 天晋最喜欢吃的 今天有新粉丝在线上吗 有新粉丝吗,应该没有 有新粉丝吗 讨论一下 学长们哦,记得跟新粉丝分享哦 这个量丰富的肉碎里面插了什么 3比1还是2比1哦,想一下 3比1,300克的肉碎,100克的霞滑哦 大家可以跟新粉丝们分享 Auntie Xiu呢,示范一下 简单,这样子弄这个 里面的那个,跟它挖一个洞 然后把里面的豆干 放进去里面 然后一起搅,搅拌均匀 然后把它挤一点在里面哦 可以,等一下来炸 等一下才炸 天晋一个人可以包很多 天晋一个人可以吃4-5个,已经夸张了 他超爱这个亮豆腐的 你再包多一个,快包多一个 包多一个 感觉那个视频也有点萌耶 搬完好 Auntie Xiu现上 教大家包酿豆腐 果酿豆腐 小朋友超爱的这个 3比1啊 300克的肉碎,100克的霞滑 好,你这样子包了过后呢 等一下爸爸帮我们准备幕后啊 我们才下锅炸 好了,Auntie Xiu示范好了 怎样弄那个 酿豆腐哦,我去拿给爸爸一下 爸爸 爸爸,爸爸的酿豆腐时间到了 你看,Auntie Xiu弄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爸爸了 放完好 爸爸 爸爸去把我们弄那个酿豆腐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烧热锅 把这个水烧起来哦 四妹,这两天没有看到你们硬动哦 给龙哥硬动先 给龙哥 你们准备看到龙哥了 明天就看到四妹了啦 我们今天准备呢 芋头蒸肉碎 这个是我们在Auntie Xiu買的 La Gome的银河锅 我们那边买的时候是499 然后呢,这个银河锅呢 里面的不沾涂层呢 现在它是38,49 38CM送平底锅 24CM的 有送咩? 不懂我应该是没有送了 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早期买这个36CM哦 在Auntie Xiu里面买的 499 然后呢 呃,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哦 不知道有register 可以register warranty 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去register warranty 啊 快点把酿豆腐弄起来 怎么每个坐在那边 大姐,大姐 酿豆腐在叫你 因为我爸爸在追一下 粉丝在追一下才来弄 爸爸要看一下粉丝的信息 快点下 你一间十十分钟 等下煮到七点半了,妈咪 不会啦 听得这样快 是啊,Auntie讲今天看到谁 今天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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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不沾涂层呢 是来自Era Premium的 西式的技术 有两年保佳 过身有十年保佳 那听很多粉丝 问我Auntie Xiu的那个 用的那个锅去哪里买 在Lagome的website也是可以买哦 因为现在大家都管在家哦 可以直接去website买 然后呢 有可能买了的粉丝们呢 不懂怎样去register保佳呢 可以打给customer service哦 customer service 没有,我刚才电话想一下 那个没有刮到谁 爸爸跟大姐在弄亮豆腐了 该妈咪示范了 四个哦 怎样子在家你弄亮豆腐 所以新粉丝们呢 如果不是很熟悉 没有关系 等下呢可以问学长们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把芋头蒸肉碎的料呢 准备起来哦 我们现在准备什么呢 好,我们烧热油呢 爆香适量的蒜米 你看爸爸切到几均匀 像爸爸的刀工 很厉害妈咪 爸爸现在应该盖个眼睛都会切东西哦 哈哈哈 我们先把蒜米呢 爆香起来 然后先爆香 然后你看妈咪呢 还准备了香菇 芋头 全部都是切成 有一个小丁状末状的 然后还有呢 我最喜欢吃红萝卜 太多了 哈哈 红萝卜 嗯 看红萝卜有啥子的 我们爆香 蒜米先 我先帮妈咪看我啊 进来的粉丝们呢 跟粉丝们打招呼咯 喜欢吃芋头 芋头 蒸肉碎的粉丝们呢 记得分享给家人们的朋友们 这个肉有500克 500克的猪肉碎呢 我们加一汤匙的麻油 我们加的是独泉义的麻油哦 也是马来西亚的特产 马来西亚呢 你可以来到很多那些 半熟里的酱料回家 我们刚加一汤匙下去 麻油 然后多少的香菇呢 嗯 四朵 三朵香菇 三朵香菇切成小冰状哦 先爆香 蒜米末 然后呢 再把香菇呢 再把香菇呢 下去爆香 只这样快哦 这样快给你一个臭脸啊 我没想到 可是最近很喜欢给你臭脸 大家拌完好 然后我把这个呢 蒜米末 爆香蒜米末 四朵哦 四朵哦 三朵的香菇 切成丁 小丁状 我们下锅 翻炒炒香 它 香香噴噴 所以呢 购买了 我们啦 哥妹的锅的粉丝们呢 如果不懂怎样 register保家的话呢 可以直接打给客户服务啊 有一个新加坡 还有呢 马来西亚的那个客户服务 我们写在下面的 他说国外香港也有卖哦 你们可以去各大的 retail shops 我们现在呢 爆香 香菇下去 三朵三朵 哈喽 棒完好 龙哥也来了 怎么讲 看到龙哥运动两天了 为什么没有看到四妹哦 明天就看到我跟阿姨修了 来我们现在呢 妈咪你先要弄哪里先 我有一点 confused 这个不要弄 对啊 可是问题是我拍到这个 拍到这个 哦 你要我这样拍 你跟我讲先 阿姨修加了 500克的肉碎呢 我们加了一汤匙的麻油 一汤匙的生抽 我们该放的是哈麦达亚的生抽哦 下锅下去 好我们现在呢 这个爆香哈 我们先爆香香菇啊 阿姨修忘记哦 我的电话的screen是这么小的 她同时要做两件事情 可是看不到你就是 放完好 好 谢谢大家分享哦 今天煮芋头 蒸肉碎 我们在旁边烧热水 先把这个香菇丁呢 爆香后呢 再把芋头 这芋头多少gram呢 100克 100克的芋头哦 是泰国芋头吗 对 那边7多万 对 泰国芋头 那边7多万的 我们把100克的芋头呢 下锅翻炒 烤香哈 大家放完好 爸爸很快耶 爸爸现在包酿豆腐哦 快很快吃哦 不能生巧哦 粉丝们在家里有包酿豆腐吃吗 这芋头是妈咪的最爱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加 多少 有量的 生抽 哈马达亚生抽 对啊 放好 好了 我们熄火了 就呛香它对不对 嗯 好了 那我们要移一下位置 我只拿一个当节然气 这边 OK 我们把这个香菇呢 跟芋头炒香了 是特别要去炸香它吗 对 让它香喷喷喷 我刚才阿姨说这样下去 那个芋头哦 我就知道很香 那个芋头香味了 胖胖的 我们今天煮哦 芋头蒸肉碎哦 新菜色 我知道菜可以骗小朋友吃耶 因为小朋友吃不出芋头味哦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记得这个旁边是热的哦 大家不要用手 这样在煮饭的时候要注意 那个锅旁边是很烫的 来 我们现在呢 先 把这个包香烤的 可等一下 香菇 还有呢 芋头 嗯 等一下我们就要放下去 慢点 盐跟调味料 我们放盐 调味料 500克的肉碎呢 我们该加了一汤匙的麻油 一汤匙的生抽 他妈大家要生抽 加适量的盐 还有调味料 然后我们要下锅 我们等下先 先拌均匀一些 妈咪要帮你拌先嘛 不要 我拌了 等一下下去也要拌 嗯 拌了先啊 师妹好大口气哦 他讲 沾板都不敢讲 遮住眼睛可以切 我等爸爸下次可以遮眼睛切了 变特技哦 因为爸爸每天在切菜现在 我先把它翻一下啊 妈咪先戴一个手套 这边500克肉碎 一汤匙的生抽 一汤匙麻油 盐 调味料 适量哦 他细看太多了 我们细看太多了 是这样子的 这边细看太多了 以前看空中飞的 可是不要学空中飞的 从上面跳下来就好 因为我们还是了 我要去抓一个蛋白 妈咪拿蛋白先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先帮 把这个搅拌均匀先 粉丝们在家都做什么 关在家很多天了哦 关第八天了 对 这杯干了 给你杯火了 杯火 杯火 来我们加一粒蛋白哦 对 把蛋白 加下去 一粒蛋白 我发现妈咪每次用来蒸的 那个瘦肉哦 超火哦 它都会放蛋白 它很比较滑 一粒 均匀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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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cut yen over each hand啊 上次有粉丝讲他们带手套切哦 要不然就洗盐水咯 啊洗盐水才切 不是啊手啊 切好快点洗盐水 切好快点洗盐水 你的烟那是 买来比较干的就是比较不会 是怕是那种刚采出来的 Auntie秀煮东西厉害 大家 每天学一道菜 很快就一天练习一道菜 30天后就会学30道菜了 我们加那个 适量的红萝卜末 也是爸爸切的 然后加下去那个颜色就很漂亮 爸爸切了那些东西 爸爸现在哦他会 在家里每天练习哦 然后我们加一点葱花 加下去 然后呢再把刚才炒香好的 芋头 还有呢香菇末 加下去哦 这个锅呢也是La Gomez送的 这个如果你是拿来普通炒菜用呢 如果是小康 小康之家是ok 因为这个是28cm的 来小心啊 小心烫了 因为锅旁边也是Auntie秀会忘记 Auntie秀会忘记 锅旁边是烫的 好了 我们把这个锅 清洗一下 好吧 要不然我们弄亮豆腐 妈咪要先抓均匀哦 所以我们的芋头呢 生肉碎 就这样子简简单单 也可以自己配搭哦 在家里自己配搭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 应该吃不出有芋头耶 会吗 会啦 有芋头的味道 有芋头的味道啊 如果天晋问你 外婆这么有个味道 你会跟她讲吗 这是菜来的 肉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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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买了比较香 这个肉比较香一点 比较香一点的肉 然后等它吃完了 来给大家 那边吃一口 诶 好了哦 你看它的颜色很漂亮耶 大家傍晚好 好 昨天我准备了 阿姨秀的芋头 芋头 如何煮啊 你需要用很多油吗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加入芋头 芋头 大家呢如果在炒 大家呢炒那个 辣椒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呢 记得不要离开火 不要离开火 然后它是用油呢 炒到它那个醋油一点香哦 通常阿姨秀每次炒 大概是15到20分钟 看你的量 Uncle是好老公 好帮手 多少 玉米粉多少 一汤匙 玉米粉啦 一汤匙就好了 我们放一汤匙的玉米粉哦 好了 均匀抓 通常蒸肉碎呢 然后阿姨秀刚才有放了一汤匙的蛋白 然后大家可以开始写一点笔记 做一些记录 然后我们这样子抓均匀 香粉粉的把它抓均匀 而且我刚才发现 妈咪放了麻油 它的那个麻油的香很香 哦 就吸到那个麻油的香 你刚才放那个 芋头放进去热锅里面炒的时候 就吸到很香的芋头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小 一个盘子 把这个 调味好的肉碎呢 放在盘子里面 然后我们给它定型一下 对了 给它扁扁一下 定型 定型 定型啊 可以 差不多了 我这样子看很好看 为什么要突突突突的 有空气啊 不要快熟啊 给它空气啊 偶尔一直要压扁扁扁扁扁 这么压扁扁 给它 然后呢 让它有空气 然后可以流通 然后我要看一下我们的水如何 大家在旁边烧热水了 蒸多久呢? 应该10分钟 10分钟,我们让它蒸10分钟 现在是6点25分钟 10分钟6点35分钟 大火蒸10分钟 我们6点35分就回来看它了 妈咪记得调那个时间表 对,时间表 饭完好,我们现在呢 把今天新菜色的配料呢 已经准备好,入蒸锅 里面呢,给它蒸一个大火10分钟 大火10分钟 这道菜呢,可以骗小朋友吃 麻油什么牌子?等会一下 我去拿一下 这个,胡全益 登登 看得到吗? 胡全益,麻油 这个也是马来西亚的 很好吃的老字号 大家下次来到马来西亚可以购买 很多马来西亚的酱料了 师妹,不可以跟小朋友讲 有菜,他们不吃 是哦 阿滴是聪明一点 他的那个是肉耶 他等会不想说你那个是什么 他等会讲是肉 然后这个呢,是 送我们的虾 妈咪哦,很厉害耶 他跟他 他跟他切破半 然后去掉那些虾肠了 然后你这个放什么盐哦 放米酒跟那个盐 我们放适量的米酒跟盐哦 我们腌多久呢? 腌半小时而已 我们腌半个小时哦 这个,有没有很漂亮 好漂亮的这个虾哦 腌适量的米酒 还有盐 Auntie Shu呢,这个是Nikudo送我们的虾 然后Auntie Shu把它切成一半 然后去了那个虾肠 这样子等下他们吃起来就很方便了 所以妈妈们也可以这样子在家里呢 准备好吃的虾料理 然后我们这个也是拿来蒸吗? 其实很好哦,妈咪 你蒸了你的肉 所以在蒸这个很快哦 这样你肩膀小时就煮好了 nice pro 龙哥,等一下你可以打包这个了 好夹好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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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夹 五次啊 五次 好像是五次大大处的五次 我们现在准备什么 来,我们现在要先把菜炒起来 等我们的芋头蒸肉碎好了过后呢 就把这个虾下锅了 然后现在Auntie Shu呢,要准备什么? 炒菜 炒菜 今天有蒜米耶 爸爸切成蒜米给你 但是我们还有炒菜 大家傍晚好 今天好像没有炒蛋啊 今天没有蛋不用炒 今天有肉 今天有肉 等一下菜型 把菜型炒起来的 没有了,蒜米没有 妈咪这是什么菜? 小百菜 小百菜 像青香菜 小百菜 小百菜 应该是青香菜 是,我发现到我爸爸和妈咪 现在哦,他们切东西会排妹妹耶 我也发现到啊 我们现在先烧热油 爆香蒜米 对 爸爸喜欢吃蒜米 龙哥需要一杯啊 好吃哦 好,我们现在呢 先把蒜米排成爆香先 然后呢,我们再把小百菜下锅翻炒 小百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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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们家呢 还是有人喜欢吃哦 所以妈咪还是会煮的 超漂亮的 给妈咪的那个虾摆到 美美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蒜米呢 爆香 帮妈咪看火一下先啊 没没啥了 今天没有蛋炒鲸鲸 今天有菜 肉有放水吗 没有,我刚才它的肉没有放水 那个一头鱼鱼 比较有色了 没有放水 Lucy你没有收到食谱 要挖一下四妹咯 要滚一点点 不要晃太多 我的盘很下会准备 没有收到食服的粉丝们要WhatsApps 下面那个指顶信息呢 是LaGome的Link啊 大家可以直接去找LaGome下定 这个是清姜菜 清姜菜 它的头比较大个 清姜菜 清姜菜 清姜姜 清姜菜 它头比较大个 头比较大个的清姜菜 我把这个头比较薄哦 没有这样薄粉哦 有 价格不一样吗 价格不一样 清姜菜 清姜菜好漂亮 这个锅是28cm的 如果家里呢 你是可能小巧 两三个人吃可以用这个锅 今天有煮五妹椒甜品 龙眼 豆奶龙眼布丁 有没有很好吃 我跟你讲那天哦 他星期五做的时候 他星期五就吃完了 哈哈 他这样做四个来三个而已 对 对 妹妹她自己在做多几分 好 外面 五分钟 六分钟 就可以搅拌了 一分钟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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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菜的头比较小啊 听到带头比较大 哦 这样子的 好 这样啊 顺便把瓦片发给你们啊 这个瓦片是4瓦片啊 青姜菜 我把手搅拌啊 咱们你放什么 蚝油啊 适量的蚝油哦 我们爆香蒜米末呢 加入蚝油调味哦 哦 来小心 然后有加盐调味料吗 有 盐调味料 还有适量的蚝油 青姜菜 来拍照一下 整体有点像小白菜哦 小白菜的头比较小 来 我们拍照一下这个 今天的 青姜菜 完成 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它真的有点像小白菜 对啊 可是它头比较大 然后炭红 然后这样的头比较小 叮叮 这个呢 Auntie秀刚才 爆香蒜米末哦 然后呢 我们就把青姜菜呢 下锅翻炒 加盐 调味料 还有呢 我们加了适量的 哈曼达亚蚝油 下去呢 调味 然后这个颜色很漂亮 我还以为它是小白菜 青姜菜 粉丝们可以帮我打上来 青姜菜的英文叫什么吗 BB讲留一个 等一下 老公回来饭 回来吃 他讲好吃 耶 讲他的那个龙眼布丁好吃 豆奶布丁好吃 好 我们现在呢 烧热油 先把酿豆腐炸起来哦 爸爸帮我们包好了 酿豆腐 刚才哦 是刚才爸爸呢 刚才我们把后面的这些 都弄漂亮起来了 我们在等这蒸的同时呢 就把这个炸起来 好的 慢慢的油炸 记得在油炸的时候呢 锅很烫哦 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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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很漂亮 其实我盘很喜欢这个 我觉得妈妈这一次哦 把它这样子破开 然后这样子蒸 我的眼睛 超美的 这个超漂亮的 最多才有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Auntie Shiu 你瘦很多耶 一直讲 会会会 来 你看Auntie Shiu做什么动作 Auntie Shiu你瘦很多耶 你看 会会 他讲他每天运动 他瘦了6公斤多耶 你知道他瘦了吗 瘦了 而且他超勤劳的 天天都在动 天天都在运动 有啦晚上没有吃宵夜了 晚上也没有吃宵夜 少了 吃了饭了就没有再吃了 就是喝 喝 后来喝 后来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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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爸爸讲的 怎么这样快的 而且很像很银这样 好料啊 我们今天有虾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热锅的油烧热哦 记得哦 很烫哦 大家要注意安全哦 我们现在呢 把酿豆腐炸起来 看好漂亮 爸爸包的那个酿豆腐 有没有美美 而且我发现他现在包到我 每一个酿豆腐呢 都很均匀 那个肉呢都很均匀 那我们现在烧热锅 对 大家一起慢慢的油炸 记得在油炸的时候呢 要注意安全 好了 我们的芋头蒸肉碎 看一下 看一下 他熟了吗 是他讲话一下 哦 叫上海青 妈咪 雪梅讲那套菜叫上海青 熟了熟了 熟了 熟了熟了 The Pan Color One Brand 那个叫La Gome La Gome 在指定信息里面哦 好漂亮哦 那个颜色 超美的 超漂亮的 锅一下 来锅一下 再锅一下 好我们要下锅油炸了 油炸香喷喷喷的酿豆腐 里面它有混混 对 Grandmother啊 要早上才看到他 早上他跟我们一起去公里 就会看到他了 现在很厉害 这很厉害 会拿脚 现在他还拿脚给妈咪抓到他 妈咪还看到他拿脚 厉害 厉害哦 还会翘脚的实在 是 但是来脚都不会完 现在会了 我们现在呢 慢慢的把 准备好的 亮豆腐呢 我们的肉呢 我们的肉呢 往下炒啊 肉 你看阿姨说的肉是往下 对 先让肉呢 熟先 好漂亮的 这酱酱豆腐是师妹的最爱 也是我们家天敬的最爱 我们都爱吃这个 而且爸爸 咦 你要放完了吗 放完了 不要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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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香香 我们慢慢的油炸 慢慢的油炸 漂亮哦 哈喽 辣妹四人你们好 我们是讲辣妹四人你们好 很可爱 同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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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虾 然后看到虾 然后看 这个里面是300克的肉 所以配100克的虾 食谱 你们可以去从锅找哦 找不到食谱 就WhatsApp 四妹哦 因为如果你们呢 很久没有回 四妹WhatsApp的话呢 他就很久就不会收到了 然后这个是 Lagome的平底锅 28CN Lagome送给阿姨去的 然后也是一样哦 它这个不沾涂层呢 来自Ela Premium 随之那个技术哦 也是2年 Warranty 过剩10年 Warranty 我现在呢 把我的WhatsApp给大家 如果收不到食谱呢 可以WhatsApp 四妹 如果你太久没有回复WhatsApp呢 你过后就说不到了 这个是WhatsApp的问题来的 不是四妹的问题 四妹每天早上都有发哦 对 我们的guass用Tang1 orLagome 什么意思 不明白 不明白啊 他不懂那个问题 谢谢啊 他讲每逢周末加粉丝做甜品哦 我妹加油 我妹加油啊 粉丝跟你加油打气 嗯 我妹现在哦 他现在很有动力做甜品 他讲 因为他本身超爱吃甜品哦 他喜欢吃甜品 他是非常喜欢吃甜品的人 而且是超爱的那种 加六五是新加坡 像没有记错的话 对 加六五是新加坡 看看你吃 外面有声音关门吗 好吧关门哦 我们慢慢的这样子翻它哦 酿豆腐 对 来哦 好吃吗 咱们 咱们要不要 应该好啊 换下来 咱们要不要想啊 你放多少分钟? 五分钟啊 所以总共我们蒸15分钟 大火蒸15分钟啊 要啦,要放15分钟 Lagome的牌子我发给你们一下 大家可以直接去找Lagome订购 好了,我发上去了 是,放里面呢,放蛋黄,肉里面也是好吃 锅呢,我把那个面放在纸顶上 然后你们可以直接去吃点进去找 加烈五是新加坡的客户服务 Lucy,你要WhatsApp四妹哦 你可能是没有WhatsApp到我 或者是之前有WhatsApp了 然后没有回复到就收不到了 熟了,我们大火蒸了 15分钟 15分钟的 芋头蒸肉碎 对,这样可以玩一下看有果沫在里面 对,有果沫烧 烧啊,小心啊,烫啊 烫,烫,烫,烫 应该熟了 熟了熟了 熟了,阿姨现在试味道 15分钟大火 熟了哦 熟了 熟了 我没有拿,顺便拿一个卡 没办法拿拍照 新加坡,你可以直接问客户服务去哪里买 它BHG,OG都有卖 NTC也有卖 必须再试一下 熟啊熟啊 我家不? 哈喽 妈咪不懂我在拍他 偷吃 他家啊,你又盖回去的 我给他盖一下 我给他盖一下 硬过了啊 其实讲,芋头蒸肉是我还没有吃过 可以try了 喜欢芋头的都ok 喜欢芋头的都会喜欢 不喜欢芋头的 Lucy,我先试没啊 我们阿姨修咖啡片了哦 今天我们还要做面膜啊 先咖啡片 阿姨修准备跟大家吹水了 今天吹水了 今天吹水了 啊,今天吹水了 面膜不可以吹水了 因为茶面膜有点难吹水 师妹的脸哦 脸成三天了 整个脸到几辣几辣呢 我哥最近的脸哦,几美 每个讲 我哥你的脸白了哦 漂亮了哦 我再说了啦 我们把这个酿豆腐呢 炸到金黄色哦 我们一炸的时候呢 肉是往下长一点 你直接让它 我全部拿到中间来 八点半啊 烤咖啡里呢 八点半啊 烤咖啡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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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吃啊 这个 这个当着那个 这个 这个好吃好吃 它的好吃 它很暖 买回来不可以直接炸 要隔天 它很暖 然后这样水购物这样很暖 然后今天的食谷明天早上会发哦 是 因为四妹还没有 还没有打 其实粉丝问 说你今天不要发食谷给我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四妹来不及啦 不是 就是不要发给你啦 就是来不及 来不及 来不及 吃掉 这个是平底锅 老郭妹送的平底锅 这当着好吃的 它豆腐有软软好吃 它的那个 倒花软软 豆腐有软软 豆腐也是软软 所以它这个很好 软软 我试看 我没有觉得生肉是要起来的 所以要放得起 这个谁要生多久 五分钟 大火五分钟 大火五分钟 这个豆腐好吃 我们喜欢吃酿糕 这个豆腐好吃 这个豆腐好吃 我们喜欢吃酿糕 这个豆腐好吃 8点半 8点半 8点半阿姨跟你们一起拿咖啡啊 龙哥 龙哥 他来打包等下 晚上还要做东西 阿姨 你会倒掉油吗 after frying 你看那个油要吃 可以了的 就不要了 像这个白白还可以明天再炸 炸东西 OK明天慢慢炸 那就是那种 只要不美颜色就掉了 我们一间 炸东西先花一点时间 来看看 我们再等 压 这里 诶 那这个油呢 所以如果想吃 我要拿一点 炸 尽过一切 你要去 那底蚤鸭 吃酱油 雷 你没有粉丝买了那个 拿锅面皮鸡碎 拿来炸东西 我觉得你买那种,如果你要炸,一次过炸很多,你要买28毕业 如果是小康自家,我家里两三个人的话,你买24毕业不够了,你就买28毕业 行啊,大家在油炸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芋头蒸肉需要放什么呢?有放香菇,芋头,还有500克的肉 所以有红萝卜,葱花,蛋白,然后我们有放了一汤匙的蚝油,一汤匙的麻油 盐调味料适量哦,然后有一汤匙的麻油,蚝油没有放,有讲错了,一汤匙的,生抽,一汤匙的麻油,盐调味料适量哦 胡椒粉有放吗?没有啊?有啊 哦,有,胡椒粉颜色 明天早上会发哦,或者是你们再重播看,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拿出来了 对,要把它拿出来了 来,烧完啊,这个芋头蒸肉,所以我们给它继续拍照一下,烫烫烫烫,秋 没有,没有才脏下,你看啊 没有才脏下,你看啊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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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心疼是不是去WhatsApp我了 没 等一下我才回复你们信息啊 你看啊 好了,我们把第一轮的酿豆腐呢,炸起来了 记得油炸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你看的技术呢 它都是这样开中火慢慢的油炸,不要开大火 抱歉像你的那种里面的肉还没有熟,可是你的外面就小了 好了,慢慢的炸哦 你现在很厉害,会直接弄 哇,今天菜都是我的最爱 很棒啊 也是四妹的,四妹想吃那个芋头蒸肉粹 我比较少吃芋头的,可是我觉得肉粹拿来蒸的好吃 Recept please Jessica,WhatsApp四妹 WhatsApp四妹 找不到食谱的粉丝们呢,要记得WhatsApp四妹哦 我把这个食谱的资料给大家 如果呢,大家会找的话呢,也可以去通过找 噢 直接混进来看结果啦 小心烫啊 在炸的时候呢 要不然的 要购买啦 购买的锅 根本可以直接上网购购 如果炸不到呢 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打给客人的车里头 对 因为师妹有时候来不及回复哦 好了 你看妈咪 快哦 我们今天的 芋头 小心烫啊 妈咪 这边 你要拿点葱 哦 是要撒一点葱 芋头蒸肉碎 撒一点葱 然后再撒一点 姜丝 辣椒 葱花 还有辣椒 对 漂亮吗 嗯 拍照一下 师妹师给电话吃了 等一下啊 来 师妹给你回家啊 等一下呢 等一下 等一下 先拍拍 嗯 嗯 好 吃 面粉师们就可以看到呢 漂亮吗 看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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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啊,注意安全啊 安提鲜有耐性,慢慢炸 就是炸的东西都是要有耐性的 然后我们现在把水呢 烧热,我们就要把这个 准备好的六只虾呢 只放了 盐,还有米酒适量咯 给它腌制半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下锅蒸5分钟 气面不可以来 气面不可以来 MCO不可以来,厨外的厨 哈喽,大家陆续进来哦 安提鲜炒饭煮好了 你看这有好吃的 亮豆腐 亮豆腐的附近叫什么 用豆腐 阿嬷吃什么 阿嬷吃车吧 车吧,阿嬷吃蒸肉啊 芋头蒸肉,所以啊 芋头要炸过 安提鲜跟芋头拿来炒香 有跟那个香菇炒香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蒸锅如何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蒸锅如何 是 哈喽,米米 哦,外阿嬷的那个油没有跳跳哦 它开中火,开中火 而且阿嬷秀呢 它把这个 亮豆腐呢 下锅油炸之前呢 它有用那个 细油脂的 把那个水洗一下 水分给它洗掉了的 对,拿细油脂 把那个水分 洗掉一部分了 所以它就不会跳跳哦 豆腐放鱼肉罢了吗 里面有300克的猪肉碎呢 还有100克的 虾花尼库做送的 然后均匀搅拌它 加盐 调味料 胡椒粉 调味哦 好吃啊,妈咪 这个是 Lagome送的 28CM平底锅 它的 你看到它的那个 黑色的部分呢 是风锅主制呢 来自 Ella premium 的技术 慢慢弄哦 怎么又选新菜色了 这当时那个桃瓜 比较 比较 比较好吃 哦,比较软 比较好吃 所以买回来不要再要各天 要隔一天才 要收在冰箱收一天 隔一天才用它 因为它很软 它的手感很软 我们刚才新菜是煮好了不? 慢慢的油炸它 阿姨就开中火啊 慢慢油炸 好了,滚了 大火蒸五分钟 应该三分钟就要看了阿姨 三分钟,然后我会炒 对啊 来 这边是腌制好的米酒盐呢 加入适量的米酒跟盐呢 腌制 准备好的霞 半个小时,腌制半个小时以上哦 我们现在呢 撒上姜丝 对,姜丝撒上去 你要放什么嘛 好,我们就下锅蒸几分钟 大火蒸几分钟 大火蒸一个 这个比较大致 大火蒸一个三分钟 三分钟哦 大火蒸三分钟 再炸了 有,有,有,有放一盘子 有放一盘子 没有灵制吗?没有 小心烫啊,米盘别烫啊 有一下吗,阿姨秀 这个要放下的 啊,我懂 可是你的手在你的油上面危险 对 臭事犯要跟阿姨继续搅一下 好了,把这个手搅一下 我们再三分钟,你按了吗? 哦,按 你忘了,我懂 阿姨继续忘记自己按几分钟啊 三分钟啊 好 你再三分钟啊 三分钟啊,三分钟 是吗? 三分钟,三分钟 我们等下看一下我们的虾如何了 亮豆腐哦,大家可以在家点弄哦 小朋友都喜欢吃 每次弄亮豆腐哦,我们加天津哦 他可以吃四到五片 要当好吃 我们可以上买这个 这个豆腐 它不会酸 又软 亮豆腐 太软了哦 而且我把亮豆腐每次你炸哦 每个都已经吃完了 这个在高华店买的 我们买你们喜欢的豆腐的那个档口就好了 嗯 最好吃 小心烫啊 继续 大家在油炸的时候呢 一定要留意锅边 因为锅边是很热的 你时候手会不小心碰到 放完好 手安提秀好 慢慢的油炸 看妈咪哦 他炸东西也会拿筷子 看来筷子炸哦 看来筷子炸哦 又很均匀哦 大家吃饱了这都是什么 阿嬷等一下可以吃蒸豆腐哦 蒸豆腐 蒸那个蒸肉 妈可以吃蒸肉 蒸那没有 monsieur 嗯 鸡蛋 好酱喔 用用那个虾的那种鸡蛋汁 哇 今天很多粉丝发他们那个 南乳炸鸡啊 这个炸鸡啊 蛋白啊 等一下啊 好了三分钟 我们现在淋上蛋白 好酱喔 好的 两粒蛋白噢 淋上去噢 噢 来刮我刮我 啊可以 那可以大 对对对 不要紧不要紧 倒到一点点出来 一罐小就行 就蛋蛋蛋 一该蛋不小心淋到外面 一点点 好的 给它蒸多久呢 可以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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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它蒸一个一分钟哦 两分钟 两分钟哦 我的蛋应该要铺出来 有五分钟 对对 你要蒸两分钟 嗯 嗯 我忘了一个小火啊 我的蛋差不多 注意看一下嘛 明天蛋还有滚出来吗 蛋差一点滚出来 几十包粽子 没有包粽子 是 我吃豆腐 对了 嗯很了解我 老口水 老口水 放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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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把这个油蛋 对啊 就可以摆一个锅 摆一个锅 摆一个锅 你缩住 边炸边摆它的弹子 你看 边炸边摆 旁边摆 这个蛋爆了,它会滚哦 所以要注意哦,零的时候大家要留一下 它弄到旁边它会滚 两分钟啊,加个蛋白下去 我给它关火啊 肉关火啊,那个虾 我要去弄哦 它把眼块熟 差不多了 漂亮啊 咱们炸的那个酿豆腐颜色很漂亮 这个平底锅 要看阿嬷要早上啊 早上阿嬷和我们一起做一动 看阿嬷要早上 早上 要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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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它的那个炸了 也是很漂亮 妈咪小心啊 提醒它一下 够几辆 还有一粒 贴到很漂亮 我每天弄到哪里 旁边 这个锅旁边 嗯 所以我每天要提醒你 移过来点 过来点 所以大家呢 煮的时候哦 要像阿嬷秀这样 要一直 要一直提醒它 阿嬷你用几个豆干咯 嗯 本来有 有酒片的 可是有一片泡掉了 我偷吃一半 因为我在切的时候 看它很暖 我就拿来厕所 哈哈哈 酒片酒片 你可以买十片慢慢弄 我买十片啦 然后一片去 一片吃进肚子啊 一片被那个水拿去煮掉了 好了 还有买到 蝦放什么 我们蝦呢 放了盐 调味料 然后呢 腌制半 啊 sorry 我们蝦呢 放盐跟米酒 腌制半个小时 然后呢 我们撒上姜石 然后 大火 蒸三分钟 然后再把两粒蛋白下锅 淋再蒸两分钟 大火就可以了 韩地已经熄火了 酱酱 拍一个照片 很漂亮的酿豆腐 好美哦 妈咪的酿豆腐 美美的 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侠 妈咪要拿那个上面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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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板的那个 手啊 去看一下我们的侠 铁板铁板 看起来我倒掉一点 是 你的铁板呢 有一个铁板在下面 记得吗 啊 那个铁很漂亮耶 而且那个铁 变成一个 有一个王冠的感觉 哈哈 那个铁很漂亮 你看他变王冠这样 来 你弟兄 你可以去比赛煮美食加油了 大家可以学哦 加油加油 你看他好不好 好香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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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最后呢做呛油的动作啊 来我们呛油 今天煮新菜 黑椒制炒灯笼椒肉片 你怎么这个东西 这个笑个这样 哈哈哈哈 你中间没有人压他 哈 中间没有人压他 老婆87岁了 这两天龙哥直播 因为很多粉丝都没有看到龙哥了 想念他 这就撒上 辣椒汁 还有葱丝哦 好多啊 然后我们再要淋上 一小分钟 再撒一个葱丝 稍微 哦 因为我很喜欢洞内的食物哦 也是他的关节会很痛 嗯 来 你的蓝椒不达很香 老蓝椒 尿酸比较怕吃他的豆 哎哟 来 一定要淋那个热油了 香香香香香的肉 那个淋上去就很香 小心烫啊 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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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油是少的 我们再放最后一点酱 他买掉 烫掉一点 放上去 放上去 这也要拍照 好 小心 小心 修修修 想念气妹笑声哦 是咯 还跟着你来 看了油口水 现在拍个照片 妈咯引一下 等一下 请妈咯淋那个 ok 对 这个角度很多 诶 速度这样厉害的 是啦 他有点缩水嘛 一定会缩水的 来 要淋那个油先 谢谢大家分享哦 我们的蒸虾 淋上油 好 哇 这个什么叫油 油什么 它香啊 这个啊 清蒸 清蒸虾 水耶 颜色水耶 这妈咪等一下移一下 来 我们今天的 清蒸虾 完成 最后呢 让Auntie秀 跟我们一起做她的 招牌动作 拜拜 祝大家 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拜拜 很漂亮哦 我们的蒸虾 分分分身可以在家里 轻轻轻松蒸虾了